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簡報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今天我們這個簡報的部分 主要大致上會跟各位介紹 像我平常最常用的就是這個叫 TipBot Video Capture 我們今天介紹的都是免費的 學校沒有任何負擔 第二個是跟大家覺得學習來最容易的 叫Active Renton 因為它的切片跟PowerPoint幾乎等同 所以不會簡報的你可以推出這堂課 這樣可以嗎 因為它是最簡單的 那也是免費的 另外一個很簡單的是 你連軟體幾乎是不用安裝 就線上直接錄影就好 所以我們會記在這裡 那當然還有一個螢幕的畫筆 是這樣也是很重要 各位剛剛應該都有看過 我在上面畫來畫去的嘛 對不對 有很多的螢幕畫筆的工具 蠻不錯的 那難免呢 有些同學他可能是用Mac 所以我們這個 IPEVO 這個Anonator 這個的話呢 PC跟Mac都可以用 PC跟Mac都可以用 所以它功能還蠻完整的 那我所有這些資料 其實在我部落格上面都有 好 那你往下走 對 老師買關鍵字了 在下面這裡 你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 老師要行銷 不是只有購物要賣東西 才會買關鍵字好嗎 你可以Google一下我的資料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傳統的上課的方法 對不對 這邊就一台攝影機在邊錄 各位有發現什麼問題 人要清楚 這邊就不容易清楚 這邊要清楚 就看不到人 沒錯吧 所以 平常你這樣錄下來 真正會回去看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直接封存 有上過課 代表有花過錢 OK 但是你真正在調出來看的機會很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錄下來全部都是什麼 就一個檔案而已 你要邊看邊找 你願意嗎 除非老師要你一定要看嗎 不然你看的意願應該是非常低 那另外一種是在學校裡面 其實有些學校像我們學校 他就有一間教室是專門 就是這種演講式的 那他會同時錄製老師的畫面 就是螢幕的畫面 也會有現場的畫面 而且呢 他會自動像這樣 10分鐘一段 或15分鐘一段 可是 這樣 有什麼意義嗎 好像也沒有 為什麼 10分鐘一段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看的在哪裡 對不對 還不是邊看邊找 只猜在說分成不同檔案 就比較快跳而已 好 所以 這個都會造成說 想要再註習的 或者甚至技術性缺課的 各位有用過技術性缺課這種字眼嗎 老師今天我不方便來上課啊 啊 啊 你回家怎麼補課 我問一下 你有想過 你有沒有 在大學的時候還跟老師 老師 我那一節課沒有上道 你可以幫我補課一下嗎 你敢 膽大刀天 你敢提出這種要求嗎 哈哈 老師上課你沒來 還要叫老師幫你補課 又不是國小對不對 所以請問 啊你就去一堂課 萬一有重要觀念不知道 只能跟同學借筆記吧 這樣齁 怎麼辦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有啊 有啊 所以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平常上課是這樣子齁 我先 這裡我先收起來 好 你們看一下 你可以從我右手邊這裡 剛剛有 讓各位進到我的學習網 你從那邊也可以看過去 從這裡也可以齁 比如說我從這裡 我上面這裡有YouTube教學頻道 那 學校的呢 我有放在這邊 就左手邊這裡 就是我學校的 跟我公開演習的 我分兩個頻道齁 那你進到這個 YouTube頻道之後 給你看一下吧 像上個禮拜 我去中正大學 好像是各位的隔壁鄰居嘛 好 你打開 你看一下 我上課是這樣子 有沒有這樣一段一段的 哪一段 有沒有主題就很清楚 對不對 你哪一段沒聽到 自己上去看就好 那我們一般在錄影 還有一個原則就是 在右手邊這邊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我們一個段落 其實我們現在做摩克斯也是一樣齁 就是一個主題 我們大致上會盡量在5到15分鐘裡面結束 也就是說這個課程 也許是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但是老師的主題總是有一個長度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分段分好 這樣你要複習 要預習 甚至要預習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有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我現在上課都怎麼上嗎 我都會像以前的我先教他呢 你們老師沒有用過以前的我嗎 以前他還講過課啊 難道以前的他不能叫出來嗎 只有未來的我不能叫出來嗎 因為還沒發生啊 所以 其實我給你看一下 來這邊 事實上現在教學可以很靈活 因為我們現在工具真的很多 比如說你看這裡 像這個是昨天晚上上的 那 我先給各位看平常的齁 標準的 標準的 我現在沒有要求他們那麼多 我就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 哪一堂的課程進度 然後呢 下面這邊 就會有 我以前的上課錄影影片 點下去 他就可以自己複習一下 你需要網站 為什麼不做自己的 不好意思喔 這個叫廣告 其實台灣還好喔 這個廣告是五秒鐘就解決了 你知道對岸的話廣告要多久嗎 一分鐘 唉唷 你怎麼常常跑大路 所以對岸要做這種影片的齁 他們有點困擾就是 光看一節課 光看廣告都看不完 所以我們五秒鐘 勉勉強強 這樣有看到這樣子的嗎 了解了吧 對不對 他看哪一個他就自己跳啊 他喜歡怎麼看就隨便他 也沒有看完 那是他家的事啊 但是他如果有預期 是對我們老師也好 同學也好 是相對比較有幫助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 甚至如果我比較 嚴格一點的話 我會把這個影片 就直接放在玩弄裡面 比如說給你看一下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你看我裡面有 歷史教學影片 有沒有 一家 那我怎麼知道同學有沒有看 這老師比較殘忍一點的 歷史教學影片 這個同學看一點點 有沒有 這個同學給我跳著看 只有他最認真的 他還有重複看的喔 欸你看顏色不一樣有沒有 他只看到這裡就停了 對不對 我點他 我就知道他看到哪裡了 阿不然呢 就是翻轉學習 阿不然你們現在都怎麼學 老師我有看我有看喔 你只跟老師講 我說我有看 那老師怎麼知道你這裡面 到底講的是真來假的 這樣你會害怕了嗎 其實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希望各位學會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我出 老師要出考題的時候 要出哪裡了吧 出他沒有看的那裡嗎 但他就知道回去要看阿 開玩笑的啦 反正這個只是做個參考 他同學也可以自己知道說 喔我哪一個教材閱讀的信息 對不對 然後呢 各位有沒有教 就可以在這裡看到了 所以這個是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其實我現在上課方法會是 用這種這樣的方式 就是搭配玩弄 那我們的錄影呢 不管是在YouTube頻道上 或是軟體上都可以 都沒有關係 好 那我現在就回到這邊啦 給你們看一下 那麼在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些那個 那個我上課錄影的 上課錄影的畫面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麼現在呢 其實我們要做錄影 說真的不難耶 有付費的軟體 這要看學校 或者這樣我們學校裡 有建置的虛擬攝影盒 對不對 那麼好的設備 那麼好的軟體 你如果願意用 那當然很好 可是如果 萬一 經費不夠 或者時間不允許 其實我們用免費的 你看我在現場 我跟你用一樣的電腦 我也是可以做啊 我們不一定要進攝影棚 一樣可以做得到 一般教室也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比較特殊的地方 一般我現在 都會鼓勵老師 就是或同學 你如果要協助老師做的話 其實用Webcam就好 你看我現場有兩個Webcam 你看 比較 不知道怎麼講 等一下 是要給你拿來玩的 兩個就可以了 兩個就可以了 事實上平常是一個就可以了 因為今天要做那個 錄影教學 所以我就帶兩個 事實上我帶四個 我最後用過七個 就一個教室 我可以很多啊 都可以用啊 你如果覺得 這個角度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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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隨便弄拍 反正看你喜歡就好了 好 這個是我們大概先簡單介紹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 那麼 這邊呢 我們現在先稍微介紹一下 一般錄影的方法 錄影的方法 我們比較常見的 大概是這三種方法 一種就是現在我比較常用的 現場錄影的方式 就是全都錄 也就是反正 所有內容 不管它 我就是 不能NG的 所以你知道我上課要比較嚴謹一點 對不對 不能亂講話 不然會變成堂正貢 反正這不能NG的 當然你要回去剪接可以啦 可是老師應該 不會很希望我回去再緊接 這樣更麻煩嘛 所以平常我上課完 就拍拍屁股就回家 因為我就講完了 講完就錄完了 我回家只負責一件事 如果檔案還沒有上傳到網站上的 就傳上去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另外一種就是影像制的 那什麼叫影像制的 其實這個也蠻適合就是我們在教學現場 因為比如說你在看簡報 像我這個畫面會不會停一段時間 所以錄影片比較大 還是抓畫面比較大 一定是錄影片比較大啊 對不對 所以影像制的就是說 欸我如果在講解簡報的過程 或者在我螢幕就是固定在那個畫面的 我就抓一張這個畫面 錄聲音就好 那滑鼠怎麼辦 用模擬的 我們可以抓到那滑鼠的位置啊 那他就可以把那個游標模擬出來 這樣你了解嗎 這是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 就把這兩個混合起來 就是欸如果我用拖曳 像我在寫字的時候 這樣是不是拖曳 這個時候就一定要用錄影 可是如果我在講解這個畫面 我都不動的時候 我就用拍照的 這樣知道這種 這三種差別在哪裡嗎 那你可以用在我們的教學現場 教學現場裡面直接這樣做互動式的 或者老師你要回去的時候 面對的電腦 你來教學也可以 或像我們這樣 直接Live的 欸各位知道現在 網紅很多吧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網紅嗎 你以為我玩假的喔 我上禮拜去中正我玩給他們看欸 真的不騙你在這裡 你看我的部落格 你家 本來應該上上禮拜講的 只是我言到這邊來講而已 你看 教學現場有沒有人來勝機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玩的喔 然後呢 就這樣去背囉 我放大一點好了 去背了 有沒有 後面OK了 這次教學現場直接做完 就開拍了 我只是看 讓你看木偶花絮在這裡 所以就點下去吧 所以就點下去吧 好 你看我就把它解析度高一點 這樣有沒有覺得眼睛 視力變好一點 剛剛一點模糊嘛 好 你看後面啦齁 我就直接跳到後面來 這個是現在講解的畫面 到這邊 好 以這個來做去背 右手邊現場 所以呢 夾進來 所以你看 以前的我可不可以教你 可以啊 以前的我也可以教我欸 有些時候老師也會忘記啊 你不要想只有你會忘記 老是也會忘記好嗎 所以有時候我會問一下以前的我 我以前怎麼教的 看著他對不對 來 那我就把它 放過來囉 你看 在這邊 調好了之後 這邊就變了 好 這邊就變了 這是即時的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後面就可以玩了 這樣 這樣了解 現場只是多了這個 所以待會我們徵求那個義工 志工 啊 上來表演的志工 還有 後面有兩個人 這樣知道嗎 幕後工作人員也需要齁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直接做 做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有沒有信心 今天一定學的會 沒學會 兩個小時沒學會 就不能走出這個大門 不是嗎 哈哈哈哈 這樣開始害怕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開玩笑齁 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教學 以我來講 我比較常錄的是這種 玄動式的 當然我如果在寫 附落格的時候 我就會 自己在家慢慢錄 只是 在家錄的話 就難免會赤螺絲 所以我就會需要一些剪接 可是在教學現場 基本上是不剪接 所以我自己的那個 就是流程的控制 我要 就是會比較嚴謹一點 這樣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